一個經常打老婆的老公 有一天她老婆跟她說 老公 你有空就回來吃晚飯 你很難怪老公 會這樣跟老婆說 你是不是想離婚 不不不 你叫我回來吃飯 你夠膽提出要求你真的對我有不滿 你不是因為叫我想回來吃飯 是因為我打你 明天你會報警後來你就申請離婚 你是不是想搞離婚 各位 在一個強弱懸殊一面倒的關係裡面 強的一方 隨便向弱的一方 讓一致步後的那幫上帳 鄧小平作為一個高尖軟足的政治人 深深明白這個道理 學生實際要求什麼是其次的 問題是他們敢提出要求這個行動本身 已經有反黨的可能性 最初四十七個知識分子 去到中南海大信 那些人不看你的信大點什麼 扔到地下四十七個知識分子 一率扣留四十五分鐘 你夠膽提出已經是想反黨 別說了 你這幫傢伙還不是屁股 你這幫傢伙還不是屁股 胡耀邦出筆 一個學生跪在人民大背堂 雙手高舉過頂一封信 希望李鵬來接 李鵬沒有來接 沒有人理他 你夠膽提信 你寫什麼 你就已經是即日表示你可以反黨 讓他跪 對 到最後 李鵬接見幾個學生代表 不容易開A 結果大家都知道 一段婚姻 有時不是真的靠幾句對話就可以解決 李鵬, 如果你跟共產黨說 我…行了, 反黨 不是吧 我只是想… 反黨第二次 怎麼搞的 人家還沒說完 人家只想… 反黨三次 行了, 叫你老母來打官司